冰島火山十二月以來第四度噴發 之前為了避災而建設的人造屏障 看來應該成功發揮了作用 成功地將岩漿引離了基礎設施 西南部一座火山的岩漿 從一條長約三公里的裂縫中噴發 這個裂口於二月十 也就是上一次噴發的位置 大小都差不多 17號中午左右 熔岩流出減緩 附近機場運作正常 知名旅遊景點蘭湖溫泉關閉 當天稍早熔岩流過 離附近漁村格林達維克僅數百公尺 該漁村人口約四千人 他們分別在去年11月跟今年2月時的火山爆發被撤離 根據冰島國家廣播公司的報導 有些居民前陣子才回家 如今又得離開 而許多外國遊客經歷警報相當鎮定 16號傍晚 冰島火山噴發也是去年12月以來的第四次 幾個星期前當局觀測後示警 首都雷克雅維克以南的雷克雅內斯半島舊塊火山爆發 當局此前建設人造屏障以避免容顏摧毀道路與管線 今年2月的火山爆發就曾導致2萬多人沒有暖氣可用 公視新聞黃苑林電影